和不少人一樣 我的生活一樣有悲憂苦惱 貪求渴望 但亦都相信透過觀察 思考和練習 亦都可以得到平靜 喜悅和自在 如果你有值得盈望的故事 或者有落活紅塵的方法 歡迎你一齊和我分享 大家好 我是五成邦 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一個意念 叫做義和 就是意見上的和合 無論做同事、做朋友、做生意 意見和合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才能達到意見和合呢 其實當中有一個平衡我們要取捨 人是百花齊放有不同的思想 正正因為有不同的意念 世界才會進步 但亦都因為有太多意念 所以我們有很多紛爭 最近我重溫蘇悉的一首詩 它是這樣說的 橫看成嶺則成風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惜廬山真面目 子緣身在此山中 它的意思說 一個山打橫看是山嶺 打側看其實它是一個山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惜廬山真面目 以往我們以為看粵語場片的時候 就說你都不知道我的廬山真面目 以為是說我這麼厲害你都不知道 但其實這首詩告訴我們 不惜廬山真面目 你是未看清楚這個山的真面目 原因是子緣身在此山中 因為我們站在這個山的這個角度 去看一件事物 異和就是令我們想一想 每一件事物 它至少有多過一個角度去演繹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異和是否比較容易達到呢